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令展房产基金升1% 报53.1 10大升幅股份 排头位的有汇家中国股权 升幅4.1% 轻业太阳能股权升2.5% 报3.2% 亚太资源升1.7% 报1.2% 大中华金融升1.3% 报3.4% 中国新金融升1.2% 报6.5% 汉斯能源升1.2% 报2.8% 经维集团升1.2% 报3.3.5% 赈胜共情升1.2% 报2.1% 身体育升1.1% 报1.3% 柳东晋安资源升1.2% 报7.7% 接着下来有十大跌幅股份 排头位的有永辉控股 跌幅埃近2.1% 报2.4.1% 行政地产跌1.1% 报6.8% 中国集成控股跌8% 报1.8.7% 国性投资跌8% 报3.3% 税保百货跌7% 报4.3.5% 中国卫生控股跌7% 报1.5.6% 世纪金花跌7% 报5.4% 装饰中国跌7% 报3.5% 新裔医药跌6% 报5.5% 中建置地跌6% 报1.7% 接着再跟大家去跟进一下上午的市况 见到隔晚欧美股市全线反达 亚太区股市今次也都向上 带动港股在6月期指结算日中午高收 恒指今早高开44点 报2万0217点 已经是半日的低位 之后转强 收复100天线 最多升215点 见到2万0387点 属于半日的高位 在10天市附近遇到阻力反复回落 恒指中午收报在2万0316点 升144点 升幅0.7% 大市成交349亿 华企指数半日收报在8504点 跌31点 跌幅达到0.4% 南筹股方面 中移动升1.7% 贡献大市29点 早前受到英国脱欧拖累的长和系 以及国际金融股回升 长华升1% 电能升1.6% 长健升0.1% 汇控升1.1% 有邦升0.7% 另外东亚也都升3.4% 是表现最好的南筹股 腾讯升0.3% 接着再和大家跟进上午的焦点板块 有内银股的板块 内银股继续走强 工刊和农刊今天随息 半日分别升1.6% 和0.9% 建刊升1% 中刊升1.3% 交刊升1.5% 招刊也升2.3% 另外一个的支点板块有本地地产股 全线跑赢大市 大动恒生地产分类指数 半日升1.72% 长实地产升2.8% 新地升2.6% 另外见到领展今早 曾经创了54.2% 这个价位创了上市的新高 半日收报53.1% 升1.3% 焦点股份方面 见到曼达商业今早日市向下 曾经见到两个半月的低位 半日依然跌4.9% 见到是46.7% 是表现最差的国子成份股 接着再和大家跟进沽空榜的表现 港股半日 沽空金額23.43亿元 排头位的有汇控 沽空金額3.36亿元 占股份成交3.5% 腾讯沽空金額1.15亿元 占股份成交1成 南非50 沽空金額0.8亿元 占股份成交3.3% 平保沽空金額0.73亿元 占股份成交1.7% 盈富基金沽空金額0.7亿元 占股份成交2.6% 这位嘉宾请来Harry 跟我们跟进后市的走势 Harry 你好 Harry 今日大市 恒指高开44点 之后都见到升上来 暂时来说都升上83点 在后市 今日的后市 有没有机会再向上望 向上望要看A股的走势 可否再做好些 究竟恒指收市 最后市场上升了几十点 还是超过200点 看A股的走势持续地 是否真的向3000点的笑头进发 今天其实有很多 很特别的消息 是distract股市的 恒指为何升上去200点 我觉得和路透报错了有关的 他今早10点多 说过中国是减息的 之后很急急地澄清不见的事情 所以恒指就撞上去200点 接着升幅就收集上去 只剩下104点 所以大家都继续留意 其次结算过后 除了英国公投的 我们讲到悶的消息之外 大家留意着 中国央行是不是有些动作 就是传闻 是不是有些降绩降转的动作 另外一件事 当然我们都讲到挺悶的 比如说深广东的消息 是不是真的在7月1里 真的前后会发布 暂时来看 我看着恒指 今天应该维持着它的声势 但是大家买货就还买货 你要留意一下 现在上回来 20300点、400点 你计算我们脱欧之前的位置 大概20800点 其实没什么发映脱欧因素 所以向下的风险很大 所以买还买 你博一下短线 我觉得 其实大市7月份 向下的形势依然是回到的 谢谢Harry 接着和大家跟随大市的表现 上证指数升15点 报2,928点 深正城指升3点 报10467点 护心300升11点 报3147点 恒指方面 继续升近83点 最新报2298点 国企指数跌33点 报8502点 大市成交354亿 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Harry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没有的 感谢你尝尝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到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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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